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儀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趕快來介紹 第一位是外科醫師 劉曉東 劉醫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律師馬在琴 馬律師 文藝大哥 大家好 以及媒體人呂文王 詹大哥 我不好意思 我今天拉低了大家的那個年齡 平均 拉低了 其實才介紹來賓 戰線就開始了 另外是媒體人連長鈺 洪玉好 大家好 這明星的晚年生活問我就對了 好 好 好 以及媒體人麥若瑜 麥麥 同意好 大家好 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女明星的晚年生活 這個因為女明星 跟大家總是比較距離比較遠 所以有個神秘的面紗 不過也是人 女明星也是人 所以也會有人身各種問題 那麼有位以前非常出名的歌仔系的明星 她是七十三歲的郭美珠小姐 她十二年前罹患乳癌二期 切除了右側的乳房 她說醫師挖她的肚子的肉 來重建她右側的當時的胸部 可是最近說癌症又跑來了 她動刀切除了左邊的乳房 換句話說她其實右邊也得到了 左邊也得到了 然後她現在要開始進行放射線治療了 那文王先請教一下說 她的情形其實司馬玉交有去探視 然後有說明 對 其實我們跟那個美珠姐都是很多年的好朋友 其實這十二年來 老實講 雖然其實他給這個所謂的很多的矮友 一個很正向 而且覺得真的很光明的一個正面的教材 因為這十二年 他真的活蹦亂跳 然後很多的 比方說商演 包括他自己接的活動 其實沒有斷過 只是其實日前就是聽到這個消息 其實我們都很震驚 因為他等於十二年後突然間復發 然後復發之後他現在的狀況 因為十二年前是切除右邊的這個 就是胸部乳房 那這次是切除這個左邊 左邊的乳房這樣子 那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就有傳出說 他的狀況很不好 然後感覺情況不樂觀之類的 就很多的說法 那後來當然就是要講 就是有一個好朋友 就司馬玉交 那剛剛其實鄭大哥說 這個人都很資深 我沒有這麼說 沒有 你看過米豬已經七十三歲 七十三到七十五歲 其實年齡大概是這個區間 那正確的我們不知道 大家都有看過臺灣基安 那最近因為那個美豬姐 又把臺灣其安 因為又重新又復活了 因為他有停一陣子 又復活了 所以也有可能是不是太累 或壓力太大 不知道 可是講到司馬玉交 幾乎應該是算有同袍之一 因為司馬玉交大概大概是七十七十歲左右 六十五 六十五 七十 現在七十歲了 現在七十幾年前是 司馬玉交 對 幾年前是六十五 所以他也是差不多十五年 沒有出來演戲了 所以他其實最近也被美豬姐挖出來說 你再這樣走動走動 所以他又加入這個臺灣其安的演出 OK 然後美豬姐還講說看一次掃一次 大家要盡量捧場這樣子 好了 所以呢 其實這次美豬姐進這個開刀之後 其實司馬玉交有去探視他 那這個探視的這個場景 就非常非常的有趣 變成一個互相 互相就是澄清外界傳言跟八卦的一個大會 怎麼講呢 司馬玉交其實探視完 郭美豬的狀況之後 其實接受記者採訪就說 其實郭美豬很OK 氣色也很好 狀況很好 恢復得很好 所以不是外界講說有多慘又多慘 那其實這個司馬玉交除了講郭美豬之外 他也替自己澄清 因為這些日子 因為他比較投身公益 比較少露臉 所以也有人講說他晚景淒涼 他現在都靠老年金過日子 狀況不好等等等等 然後他說其實我很好 大家不要再亂講了 所以大概這一次的這個會面 其實就是意外的有這些 這個插出這樣的火花跟訊息 對 好像只要講這個女明星的晚年生活 很淒涼 大家就會點進去 對 好奇 光鮮 所以你看就是媒體的編輯 很喜歡下這種標題 那如果他說光鮮亮麗 你就覺得這個他沒什麼好看 對不對 對 好 那麼這個先請教一下劉醫師 郭美豬小姐這樣是 本來是右邊 現在是左邊 這樣算復發嗎 一般復發 即使在乳癌追蹤了十年 我們一般說追蹤十年是必須的 可是在十年之後 同樣的乳癌再復發還是有 但是一般來講 還是在頭一兩年會比較多 比較多 那十年以後復發的少數 對 還是有 像他一邊已經切除 另外一邊還是的話 那就要看拿出來的 那個新的腫瘤 是不是跟原來的那個細胞的形態 相類似 這樣就可以判斷 是不是原來的 OK 那郭小姐他有擔心 他說因為他接下來要做放血腺治療了 對 他說是用光 下去燒自己的肉 等於是在烤你的肉 像BBQ一樣烤出來黑黑的 我是不知道有沒有香味 想到就壓力好大 怕烤出來 我胸部會變成有兩顆黑貢丸 這個我想他的疑慮是會每個人都會有 但是基本上我們那個是用放射線 對 以前是用孤六十這種放射線去做照射 那一般來講照射的劑量要夠 但是不會一次照完 他可能分二三十次分段去照 因為每個人的那個胖瘦不一樣 所以他是在我們殘留的 這個乳房組織 或是腋下有些淋巴結 不可能全拿完 是 拿完手會腫起來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會去照 那照的當中 有的人真的在照的當中 就像曬太陽 我們去海邊游游泳回來 那個也是很痛的 甚至會脫皮 對 尤其那個是放射線 會有這樣的現象 但是都會有保養的一些措施 擦一些蘆薈霜 或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藥物 去塗抹 會改善 不會有兩顆貢丸 不會 貢丸也不會吃到蚵的 香菇的可能會 穿香菇的貢丸 我覺得你越來越幽默 都是這樣 那這樣的放射線治療 會很傷元氣嗎 會比較累 但是他是局部治療 他在乳癌的治療 還不是最傷元氣的 最傷元氣比較像化療 這一類的 那是全身性的 他這是局部 照完 大概回去 通常病人的抱怨 就是比較累 比較沒有辦法 像原來那麼有力氣去做事 那可能沒辦法工作 要休息這樣 OK 我們的同事問一個問題 他說有一個說法是 老人的癌細胞已經老化了 所以比較沒有那麼兇狠 不用太害怕 這真的嗎 看是哪一種癌種 有一種癌是胰臟癌 那不管什麼年紀 只要得到那個不行 但是乳癌的話 通常是跟荷爾蒙相關 年紀越大 荷爾蒙越低 所以說即使在發 你身上荷爾蒙不多了 這個時候可能促進 他長的這種因子就減少 但是有難講 因為我們面對 我們現在今天講的是女性 女性愛美 所以常常有一些 吃一些有荷爾蒙的 補充的荷爾蒙的 或是打一些胎盤素 什麼這些都可能會促進 他的癌細胞 讓你年輕或女性化 是是是 那因為這些東西 本來就是促進因子 對 所以可能 但是如果不用的話 我們平常看到的老人的 那個癌症 好像真的比較慢 真的比較慢 有一些在安養院的他不想開刀 或是沒辦法來開刀 過了幾年 好像那個瘤也不太長 但是確實是癌症 我們的乳房組織都是脂肪嗎 脂肪蠻多的 那年紀越大脂肪取代 那個乳腺的組織 我們瘦身都通常先瘦胸部 對 然後胖的時候都胖別的地方 這是所有女性的困擾 所以女性年紀大了 這邊會萎縮 乳腺萎縮 然後取代一些纖維 或是一些脂肪 所以他的那個 就是說年紀大了 可能形狀他會慢慢地性引力 就是那個懸吊的系統就慢慢鬆著 懸吊系統 他有一個懸吊的一些 一些那個纖維 那就比較不會得癌嗎 乳癌 越大的年紀 是不是 比較疏鬆的話 檢查起來會比較容易 所以歐美的女性去檢查 他因為他脂肪多 他所以他照起來 裡面有什麼東西 比較容易看得到 那東方女性纖維多 照起來會遮住 所以要常常檢查比較好 是啊 OK 那你已經到那個年紀了嗎 你說懸吊壞掉 沒有 衰個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沒歡樂啦 其實我小時候 我記得我媽很喜歡看歌仔戲 那那時候司馬玉交就很紅了 那他時候我記得他是有一點 就是那種玉女明星的感覺 那後來慢慢的才跟時松 主持那些什麼 天天開心 十幾年什麼的 天天開心 天天開心 耶 要洩露年齡 不是小時候跟爸媽看的 冷靜耶 司馬玉交還演過一個八點檔 很有名叫滿廷芳 那都是我們念書的時候看的 當家花旦耶 哇 小麥 我們都是看過這些 是 那這個常玉 有跟司馬玉交有互動 對 因為其實我這幾年 有幫這些比較資深藝人 幫他們排一些活動 工作 因為以前採訪 他們現在變成說互動有很多 其實我很感謝他們 就是說讓我這樣子 在我的這個中老年 還可以跟他們這樣一起在成長 那其實合作下來 剛剛因為提到司馬玉交 那我就想起前年我跟他的某一次互動 這是那種終身難忘 為什麼 其實在大概五年多前 冰冰冰姐就有跟我講說 那個阿嬌 他很需要通告 很需要一些收入 你要多幫他 多幫他 其實已經有幫他接觸過幾次 但是他最後都會說 那個這個好像又有事情了 又不能去了 但是有一次二零二一年 那時候疫情蠻嚴重的 有個case還蠻好的 就是其實那個費用 大概好幾萬塊的 算不錯的 然後就跟他談 他就說好啊 出席一個活動 好幾萬塊 錄影 錄影 對 這麼好啊 對 因為那是有產品做置入這樣 因為那時候是疫情期間 他很多活動都取消 都沒有活動嘛 所以來錄影這個又不去外面 是很安全的 他說好啊好啊 年紀 我很想去 我說可是你要就是說 因為那個院士有一些置入 你要拿就是說BA 就是說你以前可能 那個心血管有點問題 可是現在已經好了 對 他說好啊好啊 那去哪裡拿 我說你看你以前在哪個醫院看就去 他跑了兩趟醫院 證明就這樣傳給我 我說很好很好 他說哇 那個很難弄 因為現在疫情期間 醫院進去很麻煩什麼什麼 好不容易弄好 我說那很好很好 那我說你現在要做快篩 因為那時候來這邊錄影要快篩嘛 你做快篩你知道嗎 他那時候他還不會做快篩 他就一直問我 然後拍了十二張快篩照片 包括這樣這樣 我說好敬業 好投入 這次一定是沒有問題這樣子 然後他就跟我說 年姐當天我要穿什麼樣的衣服 我說就最漂亮衣服 穿來就好啦 錄影 他說錄影那個什麼顏色 什麼樣 我說那個還不知道 就穿漂亮來就好了 然後要腳本 蕊稿什麼都弄得好好的 然後他就說那個 這個 年姐 我跟你講 其實你除了我不要講 跟家人有關的話題 你任何話題我都可以配合你 我真的很需要通告 我說沒有 這次不會講家人 會講你自己 好啦你知道嗎 都弄好了 也花了很多功夫 錄影的前幾天 突然傳了個簡訊來 年姐 這次不能上你的節目了 因為我非常的健康 因為我們是要講說 他可能以前有點心血管 現在好了 可是我說 我就說這就是以前 你現在好了 我現在非常的健康 我不要去講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要對很多人負責任的 所以這次對不起你 然後就就這樣close 你知道嗎 把我丟到那個那個兵庫裡面去 你知道這個其實 這很奇怪 他準備了那麼充分 就是啊 就是啊 準備很充足 他我剛剛講傳十二張 那個他做快篩照片 這樣這個姿勢 這樣對不對 你看我是一條線而已 我就覺得說 他已經很投入在這裡 是因為有形象上的問題 對 後來呢 我就說那誰跟你講說 什麼什麼怎麼樣 為什麼又突然又不要 他說那朋友跟我講啊 這個去啊 人家會以為說 我就是現在身體又很不好了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不要 我不要去錄這個影 我不要賺這個錢了 我說那你你對 你可能要對誰負責任 可是我對清雄雄的 沒問題嘛 你知道嗎 對 本人說不能來錄 你頭前這樣 所有資料都傳奇了 腳本給你了 你這樣充分 而且你一句話就把我毒死 所以我覺得說你現在說 我現在很健康 所以我絕對不能來上這個節目 但是我說我沒有叫你說 你來上說 你現在很不健康啊 我是要讓你上上比對 所以就是說藝人 尤其資深藝人 其實他算是我碰到滿特例的 就是說突然給他換 會這樣 但是其實我覺得他的意志力 算蠻堅強的 比如說這麼多年來 有很多的那個各種的報導 可能婚姻的問題 他懂什麼問題 但他還能夠站出來 然後很勇敢地去 譬如說他現在做很多的公益活動 到很多地方去表演 那他也希望說有收入 讓他們開心起來 而且其實像他在跟我這個互動 我就覺得說他其實是很積極去面對 很多來的case 只是說他到最後又變卦 而且變卦來的沒有三兩餘地 會讓我下不了臺 就是 那小麥其實以前都是 我們都是在報社當記者 對 那後來慢慢地 因為你的外表這麼的亮麗 走到臺以前了 這也算公眾人物 出去會有人認出你吧 有 有 不過年姐剛說 那個我可以體會 因為其實很多 現在很多產品 產品置入行銷 那又是賣保健品 賣這種所謂的這種東西 他會要你before跟after 他會要你講你以前的病多嚴重 多嚴重 那我現在就好了 那其實我也有這種經驗過 就像購物台 像譬如說有個東西產品 他說對胃很好 怎麼樣怎麼樣 那你就要說你以前得過 那要為什麼 我現在忘了 剛剛在想那個名稱 就是為什麼 那個東西好像就會引發癌症 的一種東西 幽門感菌 很多人不是說嗎 說我以前都有幽門感菌 然後我現在都吃個就好了 很多產品都這樣標榜 那其實我也碰過 那個東西一直忘記 你應該去代言失智的東西 其實 軟凝子 幽門感菌 其實坦白講 有人有 有人沒有 或有人也不知道 像我自己也不知道 有沒有得過幽門感菌 我根本不曉得 要去檢查 對 但他就說你要講說 你以前有得過幽門感菌 可是你現在都好了 就要你拿這些before跟after 所以我覺得藝人 他會注意到 這個是這個形象的問題 他會覺得說 我明明沒有 為什麼要講說我有 為了這些錢 我覺得可能會這樣 像你是男生 你會在乎形象嗎 其實我覺得會 像我剛剛講 幽門感菌那個 我就會覺得 或者是有一些東西 你覺得 當然我覺得身體裡面 有很多狀 很多部分 有東西你可以模擬兩可說 我以前好像有點怎麼樣 你說我隨便舉個例子 我以前有輕微貧血 我現在沒有了 那都還小事 可是你講到比較嚴重的那個 我覺得可能就當事人 可能不同的人就會考量說 我到底要不要為了這個錢 為了這個商品 為了這個通告費 我去講我以前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好 那像文婉這邊是 是 有一說說司馬玉交 到底他生活過了好不好 所以其實剛年姐又提到 就是說包括在周邊的一些訊息 冰冰姐說你要多幫阿嬌姐 多幫她接工作 他真的很需要收入 可是以外面 就是我們看到的一些 在報導上面 外界認知上面 好像他自己又就是說很驚 驚在那邊 如果說到那個司馬玉交 其實他一路走來 其實真的還蠻坎坷的 你知道他二度離婚 二度結婚 都跟一個大夫人 結婚 離婚 結婚 離婚 都跟一個人 第一次大家都覺得很好奇 你第一次是怎麼離婚的 他說其實原因很單純 因為要叫我冠夫姓 我沒有了 就這樣子 離了 結婚三次 後來又嫁給他 可是兩個人就是有兩個兒子 生了兩個兒子 可是後來還是離了 那大家就很好奇 那你都兩 兩結兩離 那會不會第三次 再跟同一個人結婚 他說絕對不可能 因為後來他是因為外遇跟家暴 所以第二度離婚 第一次是因為冠夫姓的關係 第二次是外遇跟家暴 然後最可怕是 他說不只是小三 還有小四等等 所以其實這個讓他心力焦脆 對 可是當時離婚了之後 還幫他的前夫背了五百萬的債務 他說他花了好像五年 四五年的時間 才把這些債務給清償 我覺得好奇怪 就是說其實女藝人好像這個是一個 好像固定的一個劇本一樣 很多事情都是幫前夫背債 雖然我不是女藝人 我也是拍一個叉叉叉對不對 所以 怎麼自己導入自己 對 就是說其實好像就是一個很固定的一個劇本 可是後來他五年之後呢 後來慢慢孩子也大了 只是裡面有一個關鍵 一個關鍵字就是說 我覺得很 就是說怎麼會背景 可以說 兩個兒子給他一個人三千塊 這樣可以過得很好 我自己覺得這句話 我覺得這樣加起來六千塊 可以過 他現在過得很好 這我是一個問號 可是另外有一個背景 大家聽聽看就是說 其實司馬遺交也不是都沒有賺到錢 除了幫前夫還債之外 其實他當時在其實長春路 台北市長春路 他有一間房子 可是他那時候買可能入手還價格 就是說到後來二零二零年 就兩三年前賣掉的時候 其實他大概漲了一萬 一千多萬 一千多萬 所以他其實是賣了原來的舊房子 後來買到新北之後 中間還有 還有一些差額 對 可是就是後來買了新北的房子之後 是不是還有剩一些錢 後來他說他去找了一個標的 這標的好像是保險的標的 他那每個月還是每年 可以每年有很多的 我們以前有所謂的儲蓄投資什麼的 他的利率很高 所以光是靠那個 他也可以過得很好 所以他在在的這些 我剛剛講的ABC 他其實要跟他講 我過得很好 好 這個等一下回來 我們來繼續討論 好了 先休息一下 這個都很少見 同一個人 馬力士你覺得他基於什麼會這樣做 我覺得當然我我認為應該不是愛跟不愛的問題 我覺得情緒的波動比較大 就是一個東西不合我就離婚掉了 那當當這當他離完婚以後 可能又互相聯繫 基於小孩子關係又有聯繫的話 又沒有第三者介入的話 很可能會再再聯繫 因為有孩子的關係會再聯繫 可能會再因此而原諒他 或者是人也會長大 成熟說 那個冠夫姓這件事情離婚 的確其實外人看起來都蠻誇張的 可以可以協調的 可以不冠 不見得要來離婚 可能慢慢成熟 因為他會說那這個人還算是可以 他還要再去接受他 司馬玉交 如果再冠夫姓 對老公如果再富姓的話 比方說歐陽司馬玉交 六個次 你這個好厲害 我都沒有想要接點 他死的厲害 腦筋好靈活 腦筋好靈活 十幾個字的 就是為了要吃什麼鮪魚 對啊 很長這樣 而且他的藝名是這樣子的話 萬一又加冠夫姓 外面可能他的名字 已經算蠻特別 這冠夫姓會更特別 但別人的想法會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他目前來講 應該是指 第二次離婚是因為有家暴 萬一那不用講 那每個女人受不了的狀況 你該離就離 所以不會再回去 那第一次那個離婚 的確是有點草率 那可能會徹底到形象的問題 那其實我自己看公眾人物 就是在輝煌的時候跟晚年 其實當然都有一個反差的問題 但是我們為什麼喜歡看 是因為他反差點在哪裡 女明星當然就是女明星 就是漂亮 年到晚年一定是看起來比較不OK 所以媒體喜歡捕捉 那像我們這種人 像辦公眾人物 我們也不是靠臉蛋 那我如果到晚年 馬力士 你是 就一位 所以像我們 今天早上來 一直在說 我覺得我老闆 比較小黏 我說真的你看洗臉 這樣子手 我怎麼知道 一手可以掌握的臉 發展臉是不是 明星就是發展臉 像我 像我 像我自己覺得說 假設我們是以口才 或者是專業形象見場的話 那等到晚年 我不希望人家看到我什麼 老人癡呆 語無倫次 那臉大我倒是還好 你看到我年紀大了 沒有 但是我沒有辦法忍受 假設有些人看到我講話 不流量 然後邏輯有問題 那個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所以我的反差在這邊 你要來拍我 可能人家要寫slogan 就是寫標題 名律師晚年什麼什麼口才 什麼什麼老人癡呆 會寫這個 他不會寫我的長相變 變怎麼樣 而且你早就沒有頭髮 好好喔 對 我晚年也是這個樣子 我晚年也是這個樣子 有沒有 以前那 最常那個 就是琢磨的頭髮掉光 馬力師怎麼從頭到尾 他頭髮都這樣的亮 這樣不錯吧 要跟你說 晚年明律師長出頭髮來 這才是很棒 沒錯 真的有時候 久久你看到一個名人 然後就覺得說 怎麼會有問題 或者是說 哎呦 現在現在怎麼變這樣 你真的會有一點 有一點滄桑感 所以其實公眾人物很重視 以前留下來的形象 這真的是可以理解 是啊 所以像劉文正 我們永遠就是記得 他那麼帥的樣子 所以難怪很多藝人 就是他要求完美的 他就在他最光輝的時候 他就不見了 對 他也不讓你看到 那吹台青 他不讓你看到 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的是 銀色姐妹花 珍珍跟銀霞 七十四歲的影后珍珍 去年跟兒子張立衡 本來叫劉子謙 跟著爸爸劉家昌的姓 那現在改姓了 叫張 珍珍的姓 對不對 張立衡 他前往北京處理 跟前夫劉家昌的官司 可是八月中就音訓全無 現在已經是五月了 他說連妹妹銀霞都找不到他 然後後來珍珍有發文 說他本人始終沒有現身 而銀霞在今年初凌晨突然發出了一張黑白照片 難過親人都不在他身邊 然後他寫的是 想找姐姐說話 他在哪呢 最近我很心酸無力 我的天啊 麥麥 是 這個珍珍到底為什麼失蹤了呢 對 先給大家看一下 以前珍珍這麼漂亮 珍珍七零年代 那真的是大美人 然後大明星 珍珍的媽媽是張太后 就是說她媽媽是非常長袖善舞 很厲害的一個新媽 那個時候 哇 珍珍銀霞 然後他們這種家事 這種表現都是很棒的 那當然你說現在 他跟劉家昌這一段四十年了 最後鬧到兩個人反目 然後互告 然後這樣子 晚年這樣子 然後珍珍又感覺上來講 身體又不是很好 為什麼又珍珍講 他自己有糖尿病 高血壓 膽固醇過高 心率不整 還有什麼摔跤腦出血 好像各種狀況 你經常看到以前珍珍新聞 就是沒多久珍珍又發現 又什麼身體又有狀況 又住院了 幹嘛幹嘛 那這次比較吊詭的是 我記得也是從去年八月 下下半年開始 就一直網路有新聞 說珍珍失蹤了 珍珍不見了 然後有人很心急 怎麼樣失聯了 我當時看這個新聞 也有電台要來採訪 就是說麥大哥 你可不可以來講一講 可是我覺得這個新聞很無厘頭 我說什麼叫失 為什麼失聯 我說很多大明星老了 他躲起來不想見人 這很正常 對不對 容貌變了 身體狀況差了 不想讓人家知道 那後來結果 可是就新聞就一直不斷 就一直有人在那邊說 我是他好朋友 他經常跟我聯絡的 然後怎麼會這樣子 就有各種的這種傳言 那當事人珍珍跟他的兒子 劉子謙都沒有回應 是 那有人就說 是因為有人要跟珍珍借錢 珍珍在躲 那但是你這個邏輯想也很奇怪 只有跟別人借錢的人才要躲 你還有說有錢的人還要躲嗎 這個人 你就不借他就好了嗎 對 你不借就好了 邏輯很奇怪 後來一直到一百多天以後 到今年跨年的時候 劉子謙忽然在微信上面 秀出拜年照 然後說跟媽媽都很好 之後珍珍在微信朋友圈 也發文了 他講到一點 他就說 他最近想把台北的一個房子 叫仰望元山賣掉 仰望元山是在一個通河溪街 舊的那個街道 但是蓋得很高的一個豪宅 可以看到元山飯店 那這個房子當時2009年 是劉家昌買了給劉子謙 劉子謙不是當時要來台灣發片嗎 然後唱那個洗腦歌 然後在那個時候要出來的時候 劉家昌買給他兒子 可是後來就兒子也沒紅 然後就一直發生事情 可是這個房子 現在已經漲了很多 價值一億了 變成豪宅了 那珍珍就忽然講說 我想把台北的這個仰望元山賣掉 元山仰望 元山仰望 他說有興趣的人可以跟我聯絡 大家就說他又出現了 好 然後當然他就 然後人家就問他說 他就 他的就是他否認說 什麼為了錢的問題 可是別人從他這邊問不到什麼 就去開始問劉家昌 對 那可是你要知道劉家昌跟珍珍 是完全反目的 劉家昌講了很多難聽的話 就是說他們很奇怪 他就說珍珍根本就是一個 不想 就是又不想讓大家看到 可是又不想 他說他愛出風頭 愛出風頭 又不想變成邊緣化 所以他故意躲起來 這個事情是愛出風頭 故意讓大家有新聞可以炒作 對 是劉家昌講的 劉家昌講了很多說 然後還說 當然劉家昌最生氣一點說 他當然他跟他講了很多 他說 譬如珍珍當年把一張照片 他年輕的時候裸上身 跪下來在房間的照片 賣給一周刊 說這是 然後就說這張照片就是劉家昌跟我講 他再也不賭博的發誓照片 那劉家昌說根本就不是這樣 劉家昌講當時只是 兩個人在閨房裡面吵架 然後他說問他有沒有打賭 他說沒有 他說那不給你上床睡覺 然後夫妻之間做出來一些舉動 真正拍了照片 他說隔了幾十年之後 拿這個照片來移花接木 跟他講 是我什麼發誓不賭 反正兩個人講話就是這樣子 那劉家昌講的一點 是我覺得最有趣的 你知道當年 這個劉家昌講的最有趣的點是什麼 等一下繼續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小麥 這個你說劉家昌有趣的點是什麼 是 我先講 因為真正他後來他這段時間在幹嘛 他其實一直在 他之前去年八月那段時間 他跟他劉子謙他們都在北京 北京是跟劉家昌打官司 因為他們在江西龍虎山 有一個飯店 酒店 是當年劉家昌籌資蓋的 那現在就是徵這個股權 兩邊的律師 兩兆徵股權 所以兩個人其實有很複雜的 這個金錢 財務的問題 我想有趣的是 大家記不記得七零年代 其實真正是臺灣最大的明星 但是他偷偷嫁到香港去 他嫁給誰 嫁給謝尼峰的 爸爸 謝賢 可是你知道他嫁給謝賢之後 劉家昌是把他搶過來的 所以你知道這個這個雜誌很內幕 所以當我們在婚姻的時候 劉家昌去搶 對 當時他們否認 他們否認有婚外情這些 可是你知道當時這個這個雜誌是很權威的 當時有三角談判內幕 在臺灣立家飯店 這個這個雜誌內容就是飯店的幾號房 三個人面對面談 對 也就是說 其實那我剛剛講有趣一點 什麼有趣一點是 事隔這麼久了 你知道當年 真正為了嫁給謝賢 因為媽媽我跟講張太后反對 因為謝賢是香港的明星 來臺灣跟真正拍 拍李星的電影 那謝賢其實浪子形象很大的 所以真正的媽媽覺得 你怎麼可以嫁給這個浪子 而且謝賢她有過女朋友什麼的 但真正後來偷偷到香港去 跟她公正結婚 媽媽都不知道 就這樣嫁到香港 嫁到香港 住到香港 真正臺灣那麼大的明星 到香港 然後不拍臺灣電影 拍香港電影 可是水土不服 他對香港的社交圈 生活圈不符 還有語言 因為這個時候 劉家昌找他回來拍戲 劉家昌講法是 我只是找他回來拍戲 其實兩個人有感情了 但他們否認 因為現在來看 這是一個不倫戀 但當時就回來 劉家昌就追 那追了以後就是這樣子 這樣 你看事隔這麼多年 珍珍也七幾歲了 謝賢更老了 好 然後珍珍之前上大陸 一個魯玉有約的節目訪問 魯玉就問他說 你還想念謝賢嗎 珍珍居然說 因為他跟劉家昌也鬧翻了 他居然想念謝賢 而且覺得他很愛他 最愛的一個男人 劉家昌 珍珍說他最愛的是謝賢 不是 他就說 這個是他愛過一個男人 類似這樣的話 就對他表達了很深的情意 氣劉家昌 劉家昌看到他撿得瘋了 他覺得一個四十年結婚的女人居然還講到 他說那這四十年怎麼跟我過的 就是所以說 你就看他們三個 三個人之間的關係 你就覺得人人的感情 跟這種東西 真的是沒有什麼絕對 那當時劉家昌這麼愛珍珍 從謝賢手上這樣子 搶過來 是 搶過來 那為什麼會婚姻會變 這個就是大家 這個是大家真的是 不管是圈內人跟影迷 都是很大一個疑惑 他賭太大了 因為後來講法是劉家昌的賭錢 可是沒有人知道 賭博啊 對 但是你知道他們結婚以後 因為當時結婚以後 因為是不倫戀 他們後來兩個人公開 開記者會 立刻就 他們就消失在影壇了 又把最輝煌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劉家昌自己拍電影 然後有很多事情他們就不太那個了 可是隔了很多年之後 大家才知道說原來他們在很久以前 就感情有問題 但這個問題後來才一直抽絲剝繭 到底什麼原因 瞭解 其實劉家昌他是賺很多錢 因為版稅很多 還有電影什麼插曲 那這個錢 真正也希望把他守住 因為太多錢 為了子女什麼的 可是有這樣賭得很厲害 他是 他們說他是常常在 他們去那個Vegas 真正在房間裡面 只要是電話一上來 就是要真正下去付錢 可以讓幾天幾夜 躲到天亮這樣 所以他那時候會講說 其實他們早就十多年前 就已經離婚了 可是對外大家都不知道 後來說離婚的時候 已經他們說其實早就離了 那真正維持那個表現 他希望說把錢留住 所以為什麼後來真正前幾年是住臺灣 然後後來就是說 真的離婚消息出來之後 劉家昌就反彈 就說真正把他的這個財產 這樣轉移 他等於被掏空了這樣 是這樣去告他 又告什麼樓庫 這樣告不停 所以我覺得是劉家昌 因為現在可能手上比較緊一點 所以他現在就是一定要把錢要回來 那真正覺得說 他要守住最後的這些財產 不能夠這樣 比如打官司如果輸了 萬一要判 懷疑辦 或怎麼樣 他是受不了 所以他這樣在躲藏 我覺得是隱情是應該還是在錢上 七十幾了 七十幾 真正七十一嘛 那那個劉家昌虛應該是跟他差不多 七十四了 可是我就覺得說 你到最後你真的會想一個問題 婚姻 你身邊的那個枕邊人 你真的仔細看著他 他真的最愛的是你嗎 這個其實真的到婚姻 你以前有仔細看過嗎 我跟你講 我早就覺得我真的是眼睛 我真的沒 因為你看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是兩年前 我那天找代價 代價 是 代價是個男生 我看大概四十歲左右 他就說他最喜歡聽李文婉 講他的婚姻故事 真的假的 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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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覺得我真的是一個 還蠻有這個正能量的一個教材 因為有很多的女粉絲 其實甚至會來給我留言 就是說其實他 他有勇氣 走出現在不對的一個婚姻狀況 或者不對的人 其實我給他們很大的動力 因為他們一路看 哇哇看了二十年 然後就一路看我這樣子 越走越穩 那個其實對他們都是一個鼓勵 那我要講的是說 我兩年前 兩年前 其實珍珍接受這個盧玉的 這個盧玉的專訪的時候 你去想 我跟一個男人 比方說我跟一個男人結婚了四十年 就四十年之後 我因為跟你斷絕的關係 隔了這麼 這麼長的歲月 我才 我才有勇氣講說 其實我不 我不愛你 我最愛的那個人 我當初不該離婚的 其實珍珍在那個專訪裡面 是說我當初不應該衝動離婚的 對 我不應該跟謝賢分開的 他說他愛得很深 那時候父母親根本就反對 但是他都不惜一切 謝賢也很寵他 對 然後他說而且我也不止 那很愛謝賢為什麼要離婚 然後他還講說劉家昌 在他們家樓下 這樣淋雨什麼什麼幾天幾夜不走 這樣 人家都說還在婚姻裡面 所以那個是很干擾的 那可是不容易 要好幾天一直下雨 不容易 對啊 找到很時機 很干擾 然後所以其實那個 珍珍要講到一點 他說你們不要看 謝賢那個外表爬哩爬哩 風流涕湯 他非常非常的深情 很nice 很紳士 你覺得如果是劉家昌 我是你的前夫 我聽了 我當然會火大 那不好意思 那你這四十年跟我在一起 你到底是真的假的 所以後來劉家昌有講一句話 他說我可以原諒你所有的行為 可是我沒有辦法原諒你的心 因為你現在已經走那麼久了 後來回去香港 跟謝賢又碰面了 謝賢幾歲了 七十 七八十 他結婚了又娶一個小嫩妹 我覺得他是氣劉家昌 但是因為珍珍現在失聯 又不出來 所以搞到他們家 更可憐的一個就是銀俠 你知道銀俠本來就一身是病 然後現在姐姐不見了 然後那個劉子倩不見了 他一個人又是生病 所以現在傳出來 譬如說換一張黑白照片 人家想說 怎麼會怎樣 所以會覺得說 又一個女明星 像我是有這麼多兄弟姐妹 我們隨時要聯絡 馬上就可以聯絡到 怎麼幾個月聯絡不到呢 對啊 就很奇怪 而且很恐怖是他們講說 他發出來的文 包括這個微信 朋友圈裡面 還有他的社群 那所有的那個 你知道有時候我們看 我們很熟 你的那個語法 什麼你講話的口氣 我們會知道是你嗎 他說奇怪 那個寫的語法 什麼都不是他們認識的人 然後也應該也不是 對 也不是珍珍的語法 也不是 應該也不是 劉子倩的語法 那到底誰幫他做這個事情 所以他們會擔心的是這一點 這樣子 像之前你知道嗎 劉家昌他開演唱會 是銀俠從美國打電話給我 他說那個珍珍在找你 他要送那個我姐夫的演唱會門票給你 你看什麼什麼時間去哪裡拿這樣 我說好 那你要回來 你要回來 會會會 結果你知道嗎 當天去 唯一沒有到的人 就是銀俠 所以他會有那種失蹤的那種念頭 所以你知道嗎 他這個 後來你知道我在臺灣 他又回來臺灣 一直在找他 常常就出現了 跟你聊聊 聊得好好的 接下來會失蹤 會失蹤 你怎麼這樣講 你會想說他是不是怎麼樣 他是不是心情情緒有怎麼樣 他會說他身體怎麼樣 找不到 找不到就找不到 你就會很擔心很擔心 因為他 以前他因為為了 他其實跟陳淑華蠻像的 就是非常非常依賴媽媽 依賴那個張太后 那他媽媽在美國過世的時候 就是說 陳淑華的歌真好聽 對啊 夢醒時分 他有去告那個美國 對 真的 告美國的醫生說是誤診 害他媽媽過世 那官司也打了很久很久 都是銀俠去打的 後來回來臺灣之後 他自己也是有那個 也有就是診斷出那個那個甲狀腺癌這樣子 他也去告這個醫院說 醫生也是診斷錯誤 害他這樣子 沒有及時發現 所以他會糾結 糾結在這個情緒裡面 劉醫師 你能參與什麼話題 我問你好了 不然銀俠你最喜歡唱 銀俠什麼歌 銀俠就是 他只是兩次的手術 甲狀腺在上面嘛 但是他第一次開到那是二零二零一四和二零一八 兩次手術 二零一四 那時候是腹腔 腹腔 因為可能要用微創 微創手術 傷口小 二零一四就快十年前嘛 對不對 對 所以他 現在銀俠幾歲 大概六十 六十 那時候他是腹腔鏡 應該是婦科的手術 婦科手術進去看 然後照他的說法是跟醫師講好了 如果進去需要做冰凍 冷凍切片 就做個切片 如果是真的是惡性的話 就要改傳統 因為傳統手術開得乾淨 結果那個照他的說法 是醫師並沒有做冰凍切片 就認為那就是一個 單純的巧克力囊腫 瞭解 就用腹腔鏡開完了 還跟他說開得很順利 什麼 結果他後來再看到報告 就說不行 報告是惡性嘛 我記得銀姐好像還有唱一首歌 叫偶然是不是 偶然是他的嗎 不是 藍花草 好冷的小手吧 藍花草 留一個妹妹頭這樣子 然後每天要唱的藍花草 就是很冷 很高冷 英文又好 主持大型節目 又是三歲了 真的剛好厲害 影霞 影霞 還有 失禁 真的 真厲害 要做功課的 那這樣跟你哼一句 回來 你這麼 是不是這樣 對 是這樣唱 他這個年齡還嫌 當時還嫌這個主題老 他自己更老好不好 那老人都知道 完全你的態 你很阿彌啦 Google 失禁失禁 真的是 好 因為我想到影霞是以前 參加救國團的活動 好像都會唱偶然這首歌 不是救國團裡面的小女生 那認識得到小女生嗎 這是女生 那馬律師他們去 當然是為了小女生 我是為了身心健康 但我沒有參加過救國團 救國團的歌 唱一開始就是活動要結束 對 螢火 都會螢火 螢火的時候 最後有螢火 然後相處四五天 五六天以後 有好感的 有好感的 唱小歌 然後大家就是離別 留下通信紀錄 留下那些被暗戀的情緒 從那個時候消滅 暗戀的結束 我們來開始寫信 所以我覺得年輕真的要 你知道嗎 要放開 然後要荒唐一次都沒關係 荒唐一次 因為只在乎曾經 不在乎天長地久 一定要擁有 因為其實像我剛剛講 那個劉家昌跟那個 就是珍珍 其實我感慨很深 為什麼 就是我記得我那時候 去就是有一次是約專訪 去他們家 然後專訪他們夫妻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你知道嗎 因為是小女生 就是初出社會的那種角度 視角就覺得說好羨慕 如果有這樣的這種夫妻情感 多好 知道嗎 我記得那時候是好像 專程就是好像是搭了 劉家昌的車子 因為他們家是住天母 那當時比較遠這樣子 在車場其實已經遲到了 大概快一個小時 你知道嗎 他要回家之前 他還說等我一下 其實他到那個圓環那邊 有一個沒有 有一個很有名 叫哈根大師冰淇淋 結果我那時候不知道 他說我要買個東西 他真的下去 就挑了兩袋 滿滿的冰淇淋 要幹嘛 他說他太太愛吃 他就是要打回去給太太吃 然後你就看從頭到尾 那個採訪的過程當中 他看珍珍的眼神 就是那種愛 那個蜜都快印出來的 那個感覺 所以其實這樣子 這麼多年過去之後 看到兩個人這樣子 現在 把目瞳瞳 無法原諒你的心 我跟你講 我有一點點 靠死你 我可以原諒你的行為 不能原諒你的心 我覺得我有一點點 可以感同身受 因為你可以看得出來 當年真的是很愛 即便珍珍那時候 已經到了中年六十多歲了 他還是這麼疼他 我看到是這樣 其實我們看太多了 這種離婚 當愛的時候 什麼都是 當不愛的時候 什麼都不是 這個我們訴訟常常發現 講的就蠻惡劣一點點 那其實他們都是公眾人物 接受採訪 其實都有暗地的目的在後面 他不像我們一般素人 接受採訪 不小心把話講出去 不會 那個眼神 騙不了人 你不要講得這麼邪惡 你說現在 現在接受節目 大導演 現在接受節目 因為我剛剛用了一個詞 他說當時劉家章展現 對真正的愛 那個看到那個眼神 流出來的是蜜 對 蜜 現在流出來是什麼 恨 血淚 如果沒有真真 他們家產現在已經是歸零 有可能 真的是歸零 我舉一個例子 像他們這樣子互相攻擊 都只是為了傷害對方 甚至讓對方氣勢壓下來 你看看劉子謙改姓這件事情 其實這個本來是一個外人 因為他是一個成年人 夫妻怎麼吵 跟成年人沒有關係 你看看他能夠把他改姓 改姓來後就發現原來 夫妻用小孩子當武器 在刺對方 你就發現說 這個已經鬧得不可開交 小孩子的姓都在改 成年人的姓在改 代表小孩子也繳入這個戰局 所以他們已經完全完全 回不去了 瞭解 好那麼 講到你明星 這個麥麥這邊 有一個亞洲影后 因為沉迷賭博 最後孤獨死 對 其實當年這是李青 當年邵氏的一個大明星 李青是娃娃影后 很年輕就是亞洲影后 當時真是漂亮 很漂亮 他這個還是 還沒有最漂亮的時候 他最年輕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小時候看電影 李青都是大明星 然後他其實邵氏 邵逸夫最 大老闆最喜歡的一個明星 邵氏電影 對 其實大家比較印象深刻 是他跟梁赫群的爸爸 梁修生 他來拍這個劍橋英烈傳 高智航將軍的故事 然後他飾演這個 高智航的夫人 那其實李青 他是一個以前的外號叫富婆 在香港那個七八年代 就很有錢 然後就那個年代 就在香港買豪宅 做股票 然後整個來講 又自己當電影公司的女老闆 然後又是邵氏 邵氏當時是東方的好萊塢 最大的電影王國 邵逸夫的最大的愛將 這樣的一個風雨人物 你看他來台灣拍 後來來台灣拍電影 拍這些劍橋英烈傳 拍這些電影 他手筆怎麼大呢 來台灣拍電影 他這個香港的港型 來台灣拍電影 然後他其實 所有的殺青酒這些 照理說應該是老闆出 投資人出 都是女主角出 而且那個年代 他殺青酒就是八萬九萬台幣 這樣的這個大手筆 所以李青的這個人生 看起來是非常的棒的 然後他當時他講他股票 那個年代他炒股票 香港玩股票 他說他有譬如說 他說每天只要漲一塊錢 他反正他很多股票 大概一天就十萬塊港幣的進帳 他的錢是非常多的 可是你知道嗎 可是晚年呢 可是後來當然 隨著電影的沒落 所以他後來人到中年 他就不見了 也消失了 消失以後很神秘 然後就有人傳說 經常看到他出入澳門賭場 是 那是不是又是一個賭博 所以你剛剛講 其實如果你說劉亞昌 或者是李青 你就發覺演藝圈的人很多 可能如果染上這個字的話 下場可能都會有狀況 是啊 你看他年輕 光鮮亮麗到這樣 那麼多錢 結果想不到晚年竟然是孤獨式 對 他最後 因為後來沒有人找到他 沒有人拍到他 也奇怪 狗仔隊也拍不到他 也很奇怪 香港狗仔這麼發達 他住在香港可是也沒有被拍到 只有有人說傳說 他在澳門賭場出現過 然後沒有怎麼樣 最後他死亡的時候 是在一個香港的一個房子裡面 發現有無名女師 發臭了 然後去看才知道是李青 好悲慘 很悲慘當年他是多屆亞洲影后 而且是非常有名的 洪遍香港臺灣甚至東南亞 最後這樣子 然後最後葬禮呢 因為他沒有任何親人 你知道他的錢 你說他早年那麼多錢 是不是賭 反而也沒有人知道 就截然一聲 最後葬禮是一批老藝人 少士老藝人幫他一起出錢 幫他辦了一個喪禮 人家說 台灣人說 年輕人不認識 對 吃老都不知道 就是說年輕 真的還是要想想晚年的時候 好 那文婉這邊 是要來講這個田露露 對 我不知道大海 記不記得田露露 有啊 夢鄉 是不是 是不是夢鄉 夢鄉 他應該沒有出過唱片吧 有 田露露有歌 那這首歌 那我們要谷歌一下 好像都要我要補充 很厲害耶 好像真的是他 好像是他耶 查一下如果這是還得了 你為什麼這麼厲害啊 真的 還是你就是對玉女啊 還有那個美燕洪心 比較有那個follow啊 好厲害 那如果大家記得 這個田露露的話 他其實是以非常 就是很腳好的外貌 因為他有點混血 所以他的五官非常的深邃 然後身材也很漂亮 我記得我那時候 當年採訪他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 老實講 已經 已經有一些狀況了 當時他剛好就是說 被很多的藝人直接指控 就是惡性倒會 大概當年你看 我二十幾歲而已 差不多三十年前 百幾萬 那是很大的錢 那時候呢 其中一個會咖 羅傑也是 羅碧玲 羅傑那時候也是他的會咖 那時候鬧到不可開交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就是 那個新聞點 那個事件 然後就接觸到這些人 那那時候其實應該講說 田露露就有一點點就是說 在演藝圈 因為那個事件 老實講對他打擊很大 因為在之前他還是有一些表演 工作機會 甚至在這個綜藝節目等等都有曝光 那先講就是說 這個田露露 後來我才發現說 人家說水人沒水名 他在情路上面 我覺得感情影響到他很大 我剛講說被倒會百萬 其實這個跟感情 跟男人也有關係 先講他十二歲 就踏進演藝圈了 然後後來呢 因為認識了一個 這個圈外的男友 愛到轟轟烈烈 兩個好得可以 旁邊的人是那個應該說到好像對 好像旁人都沒有啦 就是旁人好像都沒有 旁若無人 對對 旁若無人 感謝你 旁若無人 我是你的翻譯官 當年 當年老實說 民風比較保守 如果旁邊的人要打Kiss 火熱擁抱其實比較難 可是他們可以好到 愛到這樣 轟轟烈烈當眾來 可是也可以當眾全五行 那就是愛 愛到很強烈 但是拳頭也很強烈 所以曾經被打到 連上臺都沒辦法上臺 然後呢 不只這樣子 還幫那個有點倒貼 還幫那男生租房子 讓他住等等 可是這個這段感情 讓他未婚生女 田璐璐 其實老實講 我覺得當時他是蠻紅的 蠻紅的 對 因為他外表很亮麗 其實歌也唱得不錯 那後來到底怎麼了 我們等一下繼續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溫溫後來呢 然後後來呢 其實他跟這一個男朋友 愛得很轟轟烈烈 這男朋友就生了一個女兒 然後之後呢 其實這個也跟這個男的就分了 他是未婚生女 那這個女兒就跟著那個 那個老 那個男朋友就就走了 就有男朋友撫養 他們是二十年之後 兩個才重逢 跟女兒重逢 可是這個過程當中 他認識了一個武打 武打明星 也不能講明星 就武打那種 武行 武行啦 可是兩個後來也是 就是武行希望轉業 然後又怎麼樣幫他創業 所以才起了一個會 結果逃回來 金冬的走 結果全部要填碌路來背 那我必須要講說 這是第二個 對 這個是第二個 可是我覺得這個就是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因素 因為因為這個事件 其實很多在演藝圈的藝人 有受害 我覺得這多多少少 對他的形象 名聲 各方面工作 其實都有影響 我個人是這樣看 好 後來呢 其實田露露這幾年來 他就一直很不穩定 他的工作 那其實偶爾上一上 可能談話性節目 講一講他這個過去的歷程之外 他幾乎沒有任何的表演機會 就我所知 他好像外面的商業 好像也沒有 我們知道後來也沒有什麼工地秀 或者秀場都沒有了 所以其實也要過生活 那後來我記得我最近一次是幾年前 跟他一起在命運好好玩 好像同臺 他那個樣子 其實落差真的很大 女明星的 我們講女明星的晚年 以前你看他很美艷 我認為他就是另外一個領域的崔台青 他那個身形 然後那個很敢很敢講 然後唱歌又唱得好的 那個樣子 其實已經不復健 他就是有點發福 就是中年了 那外貌也不像以前那麼美艷 然後穿著非常的樸實 就是完全是另外一個人 那比較驚訝的是 以前這樣子這麼光鮮 這麼風光的一個女藝人 他後來做了很多很多的行業 他去拉保險 然後去做殯葬業 做仲介 我覺得這都無所謂 這個都光明正大沒關係 然後他其實有提到說 後來他有去當那個清潔工 我覺得這個過程 他也真的就是藏進了人情能卵 有時候他說他一天花不到一百塊 有時候連一百塊 因為有吃粉嘛 肯定連一百分 現在粉都起床了 肯定連一百分都買不去 所以是這麼這麼辛苦的一個狀態 說他曾經透露說 一度窮困潦倒到 繳不出六百塊的水電費 對 就是真的繳不出來 我就說連一百分 可能就買不去 六百塊買不出來 是是是 很辛苦 對 好 那麼這個長裕 這邊是有女明星說婚姻不順 而且還被兒子家暴 這是另外一個資深的歌手 他叫陳立青 可能大家對他已經有點陌生 他以前是群星會年代的 然後以前很紅的電影 叫七仙女 他是那個好像是那個江青 他的幕後什麼什麼代唱這樣子 因為他們喜歡唱黃梅調 代唱 可見的就是說 李翰翔導演都賞識他 那時候是生意是很好這樣子 就是靠著一個好歌喉 賺的是蠻多錢 在那個年代 然後他是 漂亮不漂亮 這個這個事業很好 可是婚姻你知道嗎 結婚三次 三次都離婚 那當然就是說 可能老公 在那個年代 要離婚不容易 是啊 大概離三次 離三次 所以就是說是結得太倉促 還是離得太倉促 還是說非離不可 這個張建立就已經不可考 那三次過程當中 當然很多錢就這樣沒有了 因為結婚 離婚在花錢 他都花了他的錢 然後有一個孩子 有個兒子 那因為他這個丈夫 裡面有好幾個都會打他 就是有家暴這樣子 那他常常就是說 飽受這種家暴之苦 所以要離婚 人才兩師這樣 後來就覺得說 他的這個兒子 以為說兒子慢慢長到之後 應該會幼兒 對不對 沒想到就說兒子有 就是說有樣學樣 就是說看到以前爸爸常常打他媽媽嘛 他也會動手打他媽媽 除了要錢之外 還會動手打媽媽 所以他覺得說 很壞命 好不容易把你拉拔長大 好不容易脫離那個家暴家庭 還可以動手動腳這樣子 所以兒子也是花他的錢 又會這樣子打媽媽 所以他覺得很悲傷 而且人老了之後 也沒有群星會可以唱啦 也沒有什麼 後來就唱到什麼紅包場 有一唱沒一唱的 所以生活其實是蠻困苦的 而且加上年紀大了之後 你也可能沒聲 對不對 聲音沒那麼漂亮 人也老了 也沒有像以前 那麼漂亮 那就是很心酸 他曾經就是說 有去這樣挑 那個人家剩的那些飯菜這樣子 就是說可能 可能就是快過不去的時候 六百塊水電費都繳不出來 那個 這個類似這樣的時候 就是說可能也要去那個水果灘 或是什麼灘 剩的那些東西 要趕緊回來吃 那後來就是說 當然就是說有很多人出手 要幫他 菜市場 他都會那些 譬如說國雷菜 對 剝下來 那個比較刮的 外面的 要刮下來 通常都不買 人家會來撞去 類似這樣 對 然後但是他就說 這樣苦 但是其實他 我覺得他生命力算蠻堅強 我覺得陳立欽 這個大姐他算是 不是很嚴重 這樣下去 他說其實慢慢的 慢慢的就是說 有什麼事情就去做 他還開過計程車 他剛才有去做打掃 他是開計程車 所以就是說 女性開計程車 是比較危險 危險 但是就是說 為了要生存就去做 慢慢的欺負 如果有活動就去唱 有什麼什麼台 就去唱 他慢慢的欺負 他說他最高紀錄欺負到三百萬 你知道嗎 欺負到三百萬 這樣欺負斷 你會負負 負負責 結果你知道嗎 剛才是他們公子打給錢 小孩打給錢 現在三百萬欺負很好的 好朋友 很好朋友來了 他說要去做什麼投資 欺負一個什麼錢 要周轉一下 當然他就是人好 就是很極功耗毅 說好朋友有困難 我自己有時候很困難 人家還幫我 三百萬拿去照顧 三百萬轉這樣就不去了 僅有的三百萬 所以那個當下他打擊是很困難 職工耗毅 OK 但是你要有能力 但是有人來給你 就是很困難 就是一個關快過不去 你幫我緊急的 你也不能全部都打三法 要全部都給他 三天就行李 你現在快點我三點半買不買 現在三點 你記得三點半 你先去家裡賣 我三天一定行李 一定行李要跟你保證 瞎什麼什麼借據 結果什麼三天 三個月三年 也都不行 所以這個三百萬就當沒有 所以他一度就是說 其實真的很想不開 就說我這樣 每天都沒有 辛辛苦苦 也沒有 別人也騙我 每天都騙我 他其實非常非常痛苦 就是說幾度是活不下去 有那種親生念頭 但是其實我覺得 他就是骨子裡面是一個 他也是就是打不倒的 那種個性 那現在這幾年 當然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看他的近況 他看起來是氣色 各方面是不錯的 現在就是說 比如說紀寶如常常幫他安排上很多 他們很多那個老人院去唱 優質生命協會 然後楊貴妹 他們也有一個跪田文教基金會 也常常安排他們去 他都有在裡面 到最近都還有 為什麼女明星嫁得好像都會 要嘛就是會打 家暴會打太太的 要嘛就是外遇的 我真心覺得 因為一般人都覺得女明星 像麥哥 年姊都在這裡 你有沒有覺得說女明星 外表看起來光鮮亮麗 其實他們相對 他們的生活圈是很狹窄的 很小的 他們沒有辦法去認識很多 很多的人 然後或者是說 他也沒有辦法說像大家說 很open的去交朋友 所以通常其實只要有人 對你什麼虛暖 溫暖 好一點 送花什麼東西 然後關懷你 你就很容易墜落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點點 所謂的夢幻的那個心 因為演戲多了 看多了 你會覺得說那個可能就是我 夢想中的一個情感跟婚姻 所以常常眼睛背不見 你看田陸陸也是這樣 對 剛剛也提到就是說 到最後走到最後 你真的去回想自己一路走來的路 會想不開 他也他也真的一度 直播不下去 那個不知情的 老公跟他們 失措 財務 所以我還是要講 因為後來有個消息是田陸陸 後來好像是就是有去跟朋友 一起賣豆花 如果大家看到的話 要多捧場 多吃幾碗 可能那倒是這樣 女明星 當然放心料理 要外表 是大家去追他 獻殷勤 不管 但是他有一個最大的弱點是 當你變成他的枕邊人的時候 反而你可以勒索他了 因為我打你 你也不敢挨 你連律師都不敢找 為什麼更小 要去找誰 鄭大哥我老公打我 講都不敢講 真的不敢講 尤其是認識圈內人更慘 一講全部傳開來 眼睛被打一個圈 第二天會錄影 自己摔倒的 所以你看在這樣一個情形之下 你說那個男人 如果今天是愈屈愈求 說你怎麼打不怕 不敢說 連報警都不敢報警 其實女明星就這樣 你就說他錢賺得多 他回來他老公伸手 當然你賺多少錢 你一天幾十萬 我一天幾百塊而已對不對 你贏得給我 一次兩次你贏得給我 給你打對不對 打你就會吐出來 因為你怕痛 你就吐出來 所以就打成習慣 甚至於他就說 我看到你在那個歌廳裡面 你又跟那個男人什麼講話 這個什麼什麼 借女人什麼什麼 就是再打 再勒索前 就是這樣 惡性循環 我覺得不是怕痛 怕人知道 怕人知道 他所有會忍下來的原因就是 怕人知道 多民主啊 不是怕痛 你一天太多錢 不好意思 人家問說 你男人你從什麼 你要幫我找個頭路 所以有很多的女藝人 就是維持那個 我老公是老闆 什麼某某大老闆 我看一間公司有女藝人 有女藝人 比較簡單 所以其實這個都到最後 是感情師破裂 然後婚姻破裂之後才浮出來說 原來他現在什麼都不是 只是我開公司讓他當老闆 還跟助理談戀愛 對 對啊 謝謝 年紀才有 好 另外是重影超過五十年 憑藉著著夜星辰 榮登金鐘電視影后的資深演員馬志勤 他也病逝了 他享年八十歲 那有知情的人是說 馬志勤其實是三年多前 就罹患了見動人症 那所以身體才每況愈下 先請教一下劉醫師 什麼是見動人症 見動人他其實是一種 我們的運動神經元的一個疾病 那他的全名叫做肌肉萎縮性的脊髓廁所硬化症 我們知道一個物理學家叫霍金 英國的 英國的很有名 黑洞理論 他寫時間減死 對 他們家就有這個這個基因 這種見動人基因 所以他二十多歲就得了 但是他照顧得還不錯 你看他那個有一個做那個輪椅 他嘴巴弄一個 掉一個東西 他還可以表示他的這個思想 他的 他要講的東西 都還可以表達 他還有小孩 他還有小孩 為什麼你要笑 也就是說一般人認為 他不太可能 因為都萎縮了 全身肌肉萎縮 那通常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這些人在發病的初期 他的工作會有問題 他東西拿不起來沒有力氣 是 初期是這樣 走路容易跌倒 因為那個肌肉不協調 就走路 腳抬不起來 容易絆倒 那慢慢工作就不行 工作不行一定在家裡 生活起居 恐怕連自己刷牙 洗臉換洗自己的衣服 大概都動不了 最後一個階段 就是比較麻煩了 呼吸 我們呼吸要靠肌肉 這個肌肉慢慢慢慢沒有辦法動 所以要靠呼吸機 那是 他是怎麼引起的 現在只有百分之十的原因是知道的 有一些是剛剛講 那個基因方面的 遺傳 還有就是重金屬 另外百分之九十不明 不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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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大部分的人得到 是不明原因的 那不明原因就不曉得該怎麼治 他有耗發年紀嗎 耗發年紀 通常是在那個 就是基因方面的話 那是二三十歲 那很早 就是年輕壯年的時候 他就他就發生了 在那個時間就會有 所以他可能到最後就不能動了 但是頭腦是清楚的 對 所以有人說這個非常殘酷 人的智慧 人的什麼情感完全是好的 但是身體是死的 馬之琴是到老年才發 對 對 所以五六年前我看他 他應該不是那個基因方面 可能後天的東西造成的 他就有的時候就好像睡在一個棺材裡面 人才是活著 這個很恐怖 很恐怖 會不會跟他們的生活 錄影 時間都不是很正常 吃飯飲食不正常 也是有關係 現在像藝人或者資深藝人 他們可能有的像從童星做起的 他可能五六歲當童星 然後一輩子演到五六十歲 七八十歲 像說剛講馬姐 我剛講說 我大概六七年前跟他還 跟他們一起上小燕姐節目的時候 他還好好的 什麼事情記得一清二楚 打電話來聲音好大聲 晚年長月 好大聲 怎麼突然就說 這前幾年漸動人症 這完全想不到 連結不起來 其實你看馬姐 是已經看到他晚年的生活這樣子 但你沒有看到他早年跟中年 那我有接觸過 太燦爛了 那你現在只是講不勝唏噓 可是他在燦爛那段時間 你是沒有參與過 你也不知道的 他到中年那個時候 都還有談戀愛 然後又是大老闆 然後還唱 結束縮婚 結束縮婚 但是我覺得 他那時候我很扯爛 他也又會演戲 然後後來換著 漂亮 他還去騎腳踏車 環 那是長城還是什麼 我小時候有個畫面 永遠難忘 我很小的時候 在我們住在一個廈門街六樓 小朋友在那邊看下面 馬之勤 他經常去跟人家家打麻將 穿著光鮮亮麗 拎個包包 每次我們在那邊看 馬之勤又來了 大家那邊小朋友在那邊看 馬之勤來了 人家那個時候是多棒的一個貴婦 他有小孩嗎 有 有 但是跟小孩處得不好 所以我覺得他後來是很孤獨這樣 是也是有原因的 那我覺得說情緒 當然鄭大哥剛剛講情緒 因為他們情緒一直在起伏很大 很紅的時候 大家都說 後來可能幾年都沒有通告 也可能 或是又不紅了 又變成 出去又沒有人認得 那起伏很大 他之後很老的時候 還拍了那個學生電影 就是人家那個台藝大 他們找短片 找他當演員 他也有去演這些東西 比如說 包括說馬姐 或說其他藝人 我曾經有一個 很資深的藝人 下颱風下節 他再嫁到美國 後來又到 他們搬到那個上海 他以前嫁週生 後來嫁給做酒商 他回來臺灣之後 每次要找他 要訪問他 上節目等等 他說年長月 我跟你講 我好不容易 幾十年在海外 已經快沒有人認得我了 我可以在街上讓自由走 你為什麼要讓我出來 又讓人家認識呢 話講完沒多久 過兩年 他自己又出書了 出書又去上節目 為什麼 又要享受掌聲 所以我覺得情緒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 不要 不要 我不要人認得我 而且在上海還有拍大陸劇 不要認得我 我說我可以很自由在外面 我幹嘛幹嘛什麼 結果現在太幼了 所以我覺得那是 你會聽錯了 不不不 一樣 所以就是一個很微妙 但你當藝人都沒有辦法 因為他是起步 就是很大很大很大 然後你 我覺得 像我這樣觀察這麼多藝人 或說以前跟他們合作到現在 我覺得你第一歲之後 就是說你錢要存住 第二就是你健康 要保老本 對 然後不要亂借人家 還有你的健康 還有最重要就是說情緒管理 你不要讓就是說 你的時間流逝 不要讓你的身體 不要讓你的那個目前的演出 或說一個戲收視不好 或說怎麼沒賣好 你就會這樣起伏很大 其實像我看到有很多藝人 到年紀很大之後 還是過得很開心 比如說像這個碰碰姐 廖俊碰碰的碰碰姐 他老公前年也過世了 可是你知道嗎 他住在那個苗栗 每天自己這樣爬上爬下 然後撿東西下 然後自己一個人 他說我過得好好的 因為他健康 他有錢 他兒女孝順 你要把自己管好 然後譬如說很多藝人 來上節目都問我說 年紀你給我多少錢 他從來都不問錢的 給多少他都收 我覺得就是說你要放得下來 你現在是叫人家說不要問 我這麼說啦 還是要問啊 這是多少錢都收 這個很重要 情緒管理 以前